大家好,我是二狗 同心做人,好好听课 认真学习,活出当代优秀青年的样子 结果上大学之后 第一天大家都不认识 当晚上了,打个游戏吧 你玩什么,我玩吃鸡 我玩王者荣耀 一起玩吧,当五国室友都一起玩的时候 你不加入就显得格格不入 而你恰好又会这些游戏 你心中一想,没关系嘛 刚来还没有开始上课 还要军训嘛,玩一玩,开始打游戏 好了,军训结束了 终于开始上课了,满怀期待的走进教室 和你的室友一起 这个时候呢,你本来想坐在第一排 认真听课,给老师留下好印象 结果,室友跟你说 哎呀,我们先坐后边观察一下嘛 万一这些课很无聊 我们可以一起开黑,对不对 我们先坐最后一排嘛 以后如果这些课有趣,我们再坐前面 走吧,走吧,走吧 你会被这种声音所充斥着耳边 然后,多半你会选择妥协 因为教室的前两排总是空着的 你总觉得坐在那里格格不入 你心里会想,别人肯定会这样想 哎,这个人,装什么呀 坐在第一排他就听课了吗 学习多好呀 然后你心里开始歪歪 开始幻想,你妥协了 你坐在最后一排 坐在最后一排 不玩游戏,不吃点东西 不胡思乱想,不睡个觉 似乎对不起那个位置 也许按照这个轨迹发展 四年就过去了 周六周日,本想好好读书 好好在图书馆学习 好好背语英语单词 因为你知道你要过四六级 结果各种社团组织的学长学计 包括你的室友 出去玩嘛 都周六了 大学旁边这么多好玩的 我们还没去见见呢 走吧,我们一起喝酒去 走,我们一起唱歌 蹦个滴 走 哎呀,学什么 洗装什么呀 去什么图书馆呀 哎,你们出去玩了 当你开始玩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了 第三次 上课不听讲 很无聊 没有学到知识 那你回到寝室干嘛 只能打游戏 追剧 一玩玩到十一二点 一两点 三四点 通宵 第二天 睡觉呗 坐坐一排 继续睡觉 四年过去了 你在这样的生活中过去了 然后 最精彩的来了 毕业了 工作不好找 你找了一个几千块钱的工作 在人海中漂泊着 但你觉得 其实我周围的人也都是这样 我室友也都是这样 当时拉着我 做最后一排的那个室友 也不会比我好到哪儿去 结果你发现 他去收房租了 哈哈 他家有四套房 还是大城市 你发现你的另一个室友 去银行工作了 原来他爸是行长 你会发现你的室友C 平常和你们一起玩 实际上好好学习 成绩都不差 最后保研了 或者考上研究生了 只有你和他们一样玩了四年 最终 你的家庭条件很普通 你放纵了自己 放纵了未来 但那个时候 你再努力也不晚 毕竟人生 每个时刻 努力都是最好的时刻 但早一点努力 又未尝不可能 毕业的时候像我这样 满是困惑和迷茫 那你就从大一开始 认真对待每一门课 多去图书馆 少泡巴 少追剧 多看书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那样四年之后的你 脸上就是自信 从容 我是二狗 一个渴望独立思考的 大学本科生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